关于占星素 关于星素的学问分为两个方面 一种是合法的一种是非法的 合法的是 通过星素来辨别东南西北各个方向 这是你取的 这是允许的 我们可以通过星素来了解朝向 这都是允许的 对于不允许的 那些是属于举办 认为星素可以决定地球上的一些事 认为某一个星星出现某一个人会死 某一个星星出现会下降雨 这都是举办的行为 星素是被造物 放到了他 安拉是他们在各自的位置上 他和今天是我们地球上的拯救的事情 他们之间没有任何关系 和某个人死亡也没有关系 那么 那么 我认为这个是因为